奔力拉的绳索将风帆张开 乘风破浪即使在海面上 为即将到来的基隆雨绕岛赛 卯足全力加紧练习 虽然外头下着雨 但对于面临缺水基隆来说 似乎是好消息 丝毫不减帆船选手参加的热情 海湾节特别有帆船赛 目前还在报名当中 今年我们为了增加活动的亮点与精彩度 我们特别邀请了YouTuber来当我们的总指队 所以说今年除了热闹非凡的选手队之外 我们还有YouTuber所组成的总指队 会来参加我们朝近海湾节的帆船绕岛赛 精彩可期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参与 帆船的话是因为如果一下雨的话 会造成风会变小 那动力会变慢 那事实上我们这个帆船的设计上面的话 基本上在西极风以下的话都OK的 所以就算下雨天对帆船影响也不大 因为在海上航行的时候 我们很难说不遇到天气不好下雨的时候 所以虽然今天下雨 但是我们觉得玩的还是很愉快 今年的活动着重在朝海洋 朝渔村及朝音乐三大主题 就用区域会推出了限定美食 邀请新民中 有与凡同音或同志的民众 都可以免费喝到限定的漂浮啤酒 我们2022年的朝近海湾节 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能够踊跃来参加 除了我们活动非常的精彩 除了有这个朝摇滚 那有邀请相当多的知名歌手及乐团 到我们这个朝近湾来做演出 那同时我们也跟渔慧合伴 大家最期待的这个海鲜啤酒节 我们特别跟朝摇滚这边来做合并 所以今年的听音乐 喝啤酒吃海鲜 就是整合在一起 另外这个还有我们这个 SUB的体验等等 许多系列的活动都在我们的朝近海湾节 那我也非常感谢海委会 还有我们台电 在这过程当中一直做相关的活动预算的支持 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 光靠基隆市政府本身的预算是不大够的 响应政府的防疫新生活 希望透过比赛让更多人看到基隆与之美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